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KK超市售卖应有真主自演袜子的风波 在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之下 在特定群体掀起了激昂情绪 甚至有人在网上发动人肉搜索 直接踩上门去辱骂或者围堵 被认为针对这个事件发表了不恰当意见的人士 早前沙巴亚币一位青年 因为在面子书留言 指那些不满袜子上印有真主自演的人士 垃圾思维 结果一群人就跑到他的家围堵 最后还闹上警局 另外在吉隆坡也有一名青年 因为在网上发表了让一些穆斯林 感觉不舒服的言论 而被网民肉搜出来 甚至要求他在直播镜头前道歉 那这种围堵网上肉搜的行径 是属于施压或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吗 从法律角度上来言 到底又算不算是动用私刑的违法行为呢 那法律程序又能怎么够 怎么能够保障一个人的基本权益 不被侵犯呢 针对有青年被人肉搜 跟强迫道歉的行为 人权律师拉蒂花 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 就替受害者们抱不平 他认为 伊斯兰教义 从来不允许一个人 动用私刑来解决问题 这是赤裸裸的霸凌令人反感 拉蒂花强调 如果你认为某人犯了罪 那请报警 并且寻求正当的法律程序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 逼迫一个人在网上认罪 或者通过肉搜去寻找他的下落 而职业律师饶兆盈 跟郑一华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的时候 也强调 自己通过人肉搜索 找到当事人 并且上门讨说法 强迫对方道歉的行为 是不尊重法治精神 动用私刑的一种行为 那不管谁犯了错 都应该交给警方去处理 并且通过法律程序去定罪 如果谁都可以 自己动用私刑 去执行 自己心里所谓的那个正义的话 那么法律就会形同虚设 谁还会去遵守法律呢 而其实 那这种行为呢 也已经触犯法律的条文了 饶兆盈指出 这样的行为 可能会犯下威胁恐吓 破坏公务 甚至可能也会犯下 造成他人身体伤害 或者生命威胁的罪行 而这些都是刑事法典里头 明确著名的一些 违反法律的行为 KK超市爆发真主话争议后 这几天网上接二连三出现 因为发表个人意见 被认为得罪穆斯林 而成为被推上舆论风暴的受害者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群人在警察局外 围堵一位沙巴亚币的青年 就因为他在面子书上留言 真主子也在袜子上出现无关紧要 结果被一些穆斯林抗击他 侮辱伊斯兰 而吉隆坡也有一位华裔男子 在网上留言后 住家被人登门围堵 最后在直播镜头前向全马穆斯林道歉 对于民众践行人肉搜索 踩上门围堵 威逼有关人士道歉的一系列行为 职业律师饶赵颖在受访时指出 这无疑是一种霸凌行为 而五国是个法治社会 所以无论谁犯法都必须通过法律制裁 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惩罚别人 他强调绕过法律程序 动用私刑完全没有尊重法治精神 这种风气必须被谴责 而另一位职业律师郑义化也表示 动用私刑的举动其实是触犯了法律 肯定是动用私刑 我是觉得这个行为是必须被谴责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人违法的法律 是由法律的程序去制裁 就是由警察去逮捕 然后经过检控官的提供 然后经过法律的一个程序 你才能够最后讲说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 然后接受法律的惩罚 所以你这个动用私刑这个东西 其实在我们这个法治文明的社会 是完全不能被允许的 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509刑法 509刑法是意图侮辱他人的品行 的言语或者是动作 第二种可能的就是他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通讯和多媒体法律 第223条叫做不正当的使用网络设施或者是网络服务 就是透过一些网络设施以及网络服务所呈现出的平台 拿到了一些资料之后 然后进行不正当的使用 包括了这个霸凌或者是言语上的侮辱 还有其他等等 也要看这当事人他居住的地方 如果是有管理层的 那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管理层 让他跑进去他的住家的范围里面 那其实也触犯了非法侵入罪 饶兆颖提到 虽然法律条文也阐明 某些时候在看到罪案发生时 民众可以使用公民逮捕的权利 但也必须是第一时间把嫌犯交给警方 而不能动用私刑惩罚或者殴打他 其实我们的刑法里面也是有讲说 可以私人侵犯 如果你看到有一个罪行发生 你可以用自己公民人民的身份 信息人的身份去做逮捕 但是这个是非常有条件的环境之下 然后你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个所谓你逮捕的人 交给警察去处理 或者把他第一时间带去检察局 而且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你不能够说动用私警啊 打他还是什么 你能够做到的 只是把这个人带到最靠近的警察局 让警察去处理 而如果真的遇到视频当中的情况 被网络霸凌或被围堵逼道歉 当事人可以怎么做呢 两位律师指出 如果受害人感觉被骚扰 甚至觉得会有生命危险 可以马上报警寻求警方保护 因为刑事罚点阐明 警方可以根据需求发出保护令 而如果个人资料在网络上 被人肆意公开传播的话 也可以向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投报 在理论上 如果当事人有受到 有感觉到被骚扰的话 那他是 那他唯一可以做的 在刑事范围里面他可以报警 寻求警方的保护 民事方面当然就是要雇佣律师 去追讨他所承受的损失 那个要事后去证据 第一你就要去报警 但是如果你的自人隐私 全部都被在公开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这个 MCMC去投报 甚至我们的 有一个法律是 这个保护个人私隐的 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也是在 MCMC的那个框架之内 他甚至能够讲说 因为在网上的一些言论 造成我也是感觉到 我的生命会被威胁 我的行踪会被追踪 这个也是可以去 警方那边报警 然后做出一个 正确管道的一个投诉 两位律师提到 那如果对方的行为 只要让你感觉到 你有被骚扰的话 不管是不是直接 对你的身体造成 任何实际上的冲击 或者是碰撞 你都绝对有权利去报警 而如果是报案的话 那它就会是一个刑事案件 警方会开档调查 你也可以寻求 个人安全保护 那其实在这件事上呢 民众擅自行动的个案 不止刚才所提到的两宗 昨天网络又流传了一个视频 显示几名男子直接踩上门 跟八珠八侠KK超市分店 并跟他的员工对峙 那针对这件事 八珠八侠警区主任 伊斯麦就促请民众 不要自行采取行动 他促请知情人士呢 报警驻查 并表示警方会密切监控 希望个人或者任何非政府组织 不要任意行事